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为大家淘机器了 前段时间苹果十二五具版本上市卖的非常的火爆 但是低端机型却在经历寒冬期大幅度的降价 让档口不得不亏钱轻货 随随便便就亏好几万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一起去市场一探究竟 手上这台是苹果十一polo有所256g的量级橙色价格在4600左右 这台是来自湖南的老哥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老哥也是关注我们很久了 自己比较喜欢小屏一点的手机 所以也是考虑这款性能配置续航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的 十一polo有所二手跟无所二手 这里也是有9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而且目前有所的机器都是可以黑解成跟无所的机器一样 插卡即用 内置都是a13的处理器 5.8寸的屏 一只手握着也是非常小小 后置三项头1200万像素 配上3190毫安的电池容量 拿来当主力机 用个三四年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苹果xs 马克思当下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机型 手上这台是无所256g的量级橙色价格在3800左右 曾经的万元饥宝如今在华强北二手机的价格也是沦为了千元饥 比较爱玩游戏的菜式 马克思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款机型 不仅拥有6.5寸的ol一滴屏 显示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内置a12的处理器 大屏游戏首选机型 而且机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3174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可以看到这台机器橙色跟新机一样没有一点磕碰划痕 仔细检查确认机器是原屏原壳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去直播间测机 苹果12polo无所128g的量级橙色价格在6800左右 这台是云南的小姐姐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6.1寸的屏幕 一只手握着也是刚好 不会太大 oled显示效果也是非常良好 内置a14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同时机身散热效果以及续航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 后置三项头1200万像素 无所的机器也是支持5g网络 跟国行一样的品控质量以及功能 目前二手跟全新机这里也是有17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苹果8p又称性能小刚炮 虽然是17年上市的机型 但是如今性能配置依旧强悍 学生档大屏游戏首选机型 5.5寸的屏幕 内置a11的处理器 运行各类大型游戏毫无压力 机身散热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不用担心打游戏太热会掉针的问题 配上2675毫安的电池容量 日常生活使用也是够用 拿来当主力机或者备用机再用个两三年 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手上这台是无所64g的量级橙色 价格在2100左右 苹果12手上这台是有所64g的量级橙色 价格在4300左右 这台是福建的老哥要送给自己女朋友用的 所以也是选了这台中国红的颜色 可以看到机器橙色跟新机一样没有一点磕碰划痕 苹果12是支持5g网络的 而且目前如果有双卡需求的话 还可以单卡改双卡 信号也是非常稳定 内置a14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不过续航跟散热效果比较一般 6.1寸的oled屏显示效果倒是不错 如果不打游戏的话 正常待机一天使用也是基本够用 性能方面不用担心 拿了单主力机用个三四年 完全没有问题 苹果的机器淘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安卓的机器 手上这台就是华为当下非常畅销的一款机型 华为mate20polo优地版8加128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2400左右 支持指纹识别的一款机型 这款机型虽然也是挺老的一款机型了 但是如今使用起来性能配置确实没得说还是非常给力的 内置麒麟980的处理器 运行各类大型游戏也是非常顺畅 6.39寸的oled屏小曲面 手感也是非常巴适 后置莱卡三色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2000多的价格 这个性能配置在当下用个两年左右也是没啥大问题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 而且续航方面也是非常给力 华为p40polo手上这台是8加512g内存的亮机橙色价格在5200左右 这台是广东老哥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老哥也是知道安卓的机器512g大内存的市场非常不好找 所以也是非常体贴 机器不挑颜色 只要机器是原装的机器就可以 我们也是在市场找了快半个月才找到这一台原装的机器 橙色非常的新 p40polo也是支持5G网络的一款机型 内置麒麟990的处理器 50倍数字变焦摄像头拍照也是非常清晰 6.58寸的极点屏 屏幕触摸也是非常舒服 配上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完全不用担心 时间也是不早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每晚10点半 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开始测每天淘到的机器 有兴趣的小伴也可以过来一起看一下 我是小武 喜欢更多华强北手机行情的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